今天我要跟这位分享的题目是 立命真道的信徒 立命真道的信徒 今天我们大部分利用的都会说我们是信徒 我们是耶稣的信徒 但是我要问你 你是不是立命与真道 你这个信徒是不是立命与真道的信徒 今天在美国 一些民调 百分之六七十七八十人都说我们是基督徒 我们是信徒 但是有多少的信徒是立命与真道的 可能他也来聚会 可能他也来奉献 可能他做很多很多基督徒所做的事情 但是他是不是立命与真道呢 后期你问徐牧师说 那有什么重要的事情 为什么一定要立命与真道 圣译怎么说 我们起来念好不好 亚哥书第一节 第一章第十八节怎么说 他按上帝 上帝又按他自己的旨意 用真道生了我们 叫我们在他所造的万物中 好像出俗的果子 这句话说的够明白了 每个基督徒 真正的基督徒应该是真道之子 应该是从真道而生的 今天我要从这个角度来跟这位特别强调 我们要在真道上立命 你要认定 你必须在真道上立命 什么叫做真道 圣经里面讲真道 有好几种翻译 当中最普遍一个翻译就是真理的道 英文就是所谓的word of truth 真理的道 真理的话 真理的话 真理的言语 真理是什么 希腊文的原文叫做Alethia 两个翻译都可以 这个字呢 从台北来的 特别在新北市的一些居民的 对这个字会不陌生 因为全世界 我大概带全世界吧 只有在新北市有一个大学 叫做真理大大学 厉害吧 那它的名字就叫做Alethia Alethia University 真理大学 我们几年前 我们短讯队我们到台湾去 我带着你们去参观 有人还记得吧 我们去参观在新北市 在淡水 有个大学 就叫做真理大学 原来叫做淡水工商管理学院 或者更早叫做淡水工章 专业学校 这个学校呢 是马接一生 在一百多年前 所设立 他是加拿大的宣教士 到台湾到淡水去宣教 这个马接一生很有意思 如果你没有去 如果你不知道他的故事 或者你没去过台湾 或者你以后到台湾去 一定要到淡水去 一定要去认识 这位马接一生 因为他在台湾创下一个很重要的记录 什么记录呢 他创下了 在台湾建立了最早的一个学院 叫做牛津学堂 那么这牛津学堂呢 后来就成为今天的真理大学 马接一生还有更有意思的事情 就是他在台湾呢 到处给他帮人家拔牙 一边传福音 一边给他拔牙 所以他在台湾 他在台湾大概待了三十年左右 他拔了多少牙 你知不知道 他的日记里面都有写 我今天拔了多少牙 他日记都有写 所以后来人根据他的日记 算出他在台湾拔了多少牙 两万一千多颗牙 很有意思 你今天到台湾去 到淡水去 还有看到他的诊所 副尾的诊所 等等很有意思 我想我不要插题了 这个真理呢 是我们这里所说的真理的道 真理的话 那什么是真理呢 按照圣经里面说 什么是真理呢 耶稣自己说 我就是道路 真理生命 这是很了不起的一句话 亲爱的弟兄姊妹 今天所有的世上的人 所有的老师 所有的最我学的人 都是说 我来怎么告诉你真理 我来怎么指引你 走一条对的路 没有人敢说 我就是真理 没有人这么敢讲的 也没有人敢讲说 我就是道路 更没有人敢讲说 我就是生命 你想想看 耶稣这话不得了啊 他就是道路 他就是真理 他就是生命 当耶稣在被比拉多审问的时候 有这么一段记载 比拉多问他说 这样你是王吗 耶稣说 你说我是王 我为此而生 我也为此来到世间 特为给真理 这个真理就是Alethia 做见证 凡属真理的人 就听我的话 这句话里面 实际上也就告诉我们说 我们基督徒信他的 是从真理而生的 是真道而生的 这句话里面 已经有这个意思了 接下来是什么 比拉多听了耶稣的话 比拉多怎么说 真理是什么呢 说了这话 又出来到犹太人那里 对他们说 我查不出他有什么罪来 这一幅情景 比拉多面对了耶稣 耶稣说 我这里做见证 比拉多却回说 真理是什么呢 比拉多这句话 他有没有心 要寻出真理啊 没有 因为他掉头就走了 告诉犹太人说 我查不出耶稣有什么罪来 但是 接下去什么动作 在任何人面前洗手 还是把耶稣 盯上十架 这位比拉多最可怜的 最可怜的 最可悲的就是 他面对的真理 也问了说 什么是真理 但他跟真理 错身而过 永远离开了真理 亲爱的弟兄姊妹 圣经里面 许多的地方都告诉我们 真理的重要性 基督徒 我们之所以信耶稣 因为耶稣是真理 我们为什么信上帝 因为上帝是真的 真理的位上帝 真的是活生的位上帝 虽然我眼睛看不见 但是我从他所造的万物 就知道一定有一个主宰 因为这不是我们造的 我们算什么 我们的生命气息 这么渺小 这么有限 我们算什么 把我们安置在 这么一个伟大的天地里面 当然有位主宰 当然有位上帝 我们中国人老祖宗 早就知道了 只是我们不知道 这位上天 这位上帝 是怎么一位上帝而已 现在听众子妹 我们读圣经 我们要看到 这位上帝 是位又真理活的上帝 基督徒 我们是一群求真的人 我们是一群寻真的人 我们是一群可目真道的人 因为这个缘故 我们要持守住 这个真道的心 继续地来寻求真道 认识真道 所以现在弟兄姊妹 真理是什么 耶稣说 我就是真理 我以真理做见证 那什么是真理的道呢 按圣经的话语 很明确地 我们来看这两句经文 以弗所书第一章 怎么说 你们既听见 我们先来念好不好 你们既听见真理的道 就是那叫你们得救的福音 也信了基督 既然信他 就受了所应许的圣灵 为印记 这里说的真理的道 就是说 就是指福音 就是指耶稣 带来的救恩的福音 这是真道 狭义的一面 就讲到这个意思 那么下面一句话呢 我们想念 你当竭力 在神面前得蒙喜悦 做无愧的工人 按照正义分解真理的道 这个地方就更明确 更具体地告诉我们 保罗这边告诉提摩泰 要好好的 竭力地 做无愧的工人 特别一件事情 就是要好好的解释圣经 明白圣经 教导圣经 要做这个正义分解真理的道 所以真理真理的道 所指的就是指圣经 就是指的我们今天 手中所拿到的 新约 旧约的这本圣经 所以 狭义来说 是指的耶稣基督的福音 广义来说 就是这本圣经 因为这本圣经 最中心的核心的教义 和中心的目的 就是在把耶稣基督救恩 告诉我们 从旧约到新约 所讲的都是一样 讲到人怎么样 归回到上帝面前 怎么样能够 因信称义 得到旧约 这就是圣经的 最中心的 最重要的意义 所以 我们这样来 很简单来看的话 就知道说 这句话说 雅各说 他按自己的旨意 用真道生了我们 告诉我们说 我们基督徒的生命 我们基督徒生命的根基 跟这本圣经 有非常非常密切的关系 我们基督徒 必须要很深切地认识到 我们乃是真道之词 我们从真道所生的 那关于这一方面呢 我们要注意哪几方面呢 哪几点呢 事实上在过去的 一个礼拜里面 如果你跟着我们 林修乐的话 你就知道 我主要说的是什么了 我指今天的话 对你来说是个复习 但如果你没有读 上礼拜的林修乐的话 今天对你来说 也算 我怕我也是个复习 但是我怕你还是 能够回到林修乐 能够把这几天的经文 都能够好好的 再读一次 基督徒是真道之词 第一件事情 我要强调的 也是圣经里面所强调的 也是耶稣徒所强调的 就是必须重生 什么叫做真道之词呢 必须 就是必须重生 第一点 第二点 要生于真道 第三点 要长于真道 所以这三方面 我一段一段地 用圣经的话 来跟周围一起来勉励 我们彼此提醒 讲到重生 这个事情 甚至你们记载得 非常非常清楚 就是耶稣跟尼格迪姆的对话 我已经把它 印在荧幕上 大家可以一同来看 我念个就会听 好不好 就会仔细地看 耶稣对尼格迪姆说 我实实实在在地告诉你 人若不重生 人若不重生 就不能见神的果 尼格迪姆说 人已经老了 如何能重生呢 岂能再进母腹 生出来吗 耶稣说 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 人若不重水和圣灵生的 就不能进神的果 从肉身生的 就是肉身 从灵生的 就是灵 我说你们必须重生 不要以为稀奇 风水的意识吹 你听见风的响声 却不晓得从哪里来 往哪里去 凡从圣灵生的 也是如此 尼格迪姆 显然还是不懂 继续问耶稣说 怎能有这事呢 耶稣回答说 你是以色列人的先生 还不明白这事吗 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 我们所说的是我们知道的 我们所见证的是我们见过的 你们却不领受我们的见证 这段话里面 耶稣第一点要强调 必须重生 人若不重生 见不了神的国 更进不了神的国 跟神的国无缘无分 人凭什么见神的国 人凭什么见神的国 耶稣说 唯有重生 唯有重生 要从水和圣灵而生 肉身的是肉身 灵身的是出于灵 这些道理 耶稣三次 这段话里面 三次很明显地说 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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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亲爱的弟兄姊妹 耶稣是用再确切的话 再肯定的话 再绝对的话 来讲这些事情 若你对神的国没兴趣 或者我不在乎进神的国 那耶稣的话 你就不用去注意了 但若我们心里面 渴慕神的国 跟想要进神的国 那你一定要注意 耶稣所说的这段话 而且耶稣用三次说 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 所以换句话说 这里很明确地告诉我们 为什么要重生 是根据耶稣的真道 耶稣的话 耶稣说出了真理的话 今天我们重生得救 不是人发明的 不是教会发明的 更不是哪个牧师发明的 是耶稣神的儿子亲自说的 而且最后一句话 耶稣说 我实在告诉你 我们所说的是我们知道的 我们所见证的是我们见过的 你们就不领受我们的见证 耶稣是从天上降下的人子 祂道成肉身来到人间 祂告诉我们这些话 后面的经文 耶稣说 若我告诉你们 在地上要发生的事情 你们都不听 我告诉你天上的事情 你们还能明白吗 亲爱的弟兄姊妹 耶稣的话再清楚不过了 再确切不过了 真道之子 我们就要知道 我们的生命 我们重生的生命 是根据耶稣基督 很明确的话 明确的教导 明确的见证 这都是从天上来的 亲爱的弟兄姊妹 我不知道要再用什么话语 更明确地告诉诸位 或者我举个例子吧 今天我们从国外 我们都从国外来到美国的 当我们要进到美国的时候 我们要按照美国的规矩 按照美国的法律 按照美国的要求 我们才能够进美国的官 你说对不对 你能说我自己定个规矩 我要到美国来 我自己定规矩 那这个 只要我认识说 你这个无理取闹 我们要进哪个国家 当然要追到 那个国家的规矩 那个国家的要求 这是最合理的事情 今天我们要进天国 你能说 我只要做好事 我进天国 我请问你 这是谁定的规矩 谁说你做好事 你就能进天国 都自己定 自己以为是如此 但是神自己 神的自己怎么说 你若不重生 就见不了神的国 你若不重生 生灵生 你就进不了神的国 这是天国的道理 天国的原则 耶稣说 我告诉你的 是我们见证的 我们知道的 我们见过的 是天上来的 亲爱的弟兄妹 我抱抱你 能够更明确地知道 今天你我 靠着耶稣基督 得救重生 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事情 非常非常明确的事情 我真的盼望 有天 我站在江南门口 一个个问你说 弟兄啊 姐妹啊 你重生没有 你能够很清楚告诉我 是的 徐牧师 我重生了 好不好 好不好 哪一天我在门口 问每一个人 你能够这样清楚地回答我 好不好 好不好 有的人还在摇头 有的人还不太有把握 你反对我这样做吗 还是说 你认为 你认为没有必要吗 还是怎么回事 假如我们真的把耶稣的话 当真的话 我想我们真的需要站在门口 问每个人 弟兄 脸套 你得救了没有 感谢主 炎炎 你得救了没有 你重生了没有 弟兄姊妹 我盼望你 我盼望你不是因为我要问你 所以你要怎么样 因为有天是上帝要问你 有天你要面对上帝 我盼望你能够把这件事情 好好的 很明确的 能够知道 你有得救的确据 你有重生的确据 你有了这个确据 底下就是你要生于 对不起 我都为什么下不去 OK 要生于真道 这段话也就是我们刚刚一开始念的圣经 雅各书里面说的 雅各说 亲爱的弟兄 不要看错了 各样美善的恩赐 各样全辈的赏志 都是从上头来的 从重光之父那里降下来的 在他并没有改变 也没有转动的影儿 是这么一位上帝 不变的上帝 永恒的上帝 而且满有赏赐 满有恩典的上帝 他按自己的旨意 用真道生了我们 叫我们在他所造的万物中 好像粗俗的国子 哎呀巴不得 我们真的很 在脑海里面很清楚 很深刻地明白这个道理 感谢上帝 今天神赐个我们的生命 是按着祂的旨意 用真道生了我们 所以这本圣经跟你的生命 有非常非常密切的关系 耶稣在地上神说过一句话 耶稣说 我对你们所说的话 就是灵 就是生命 刚刚我们又忘记前面所说的 什么叫做重生 人若不容水和圣灵生的 就不能够尽神的果 耶稣说 我说的话 就是灵 就是生命 圣经的话 用各样的角度 各样的方法 一再成为一个很明确的真理 我们基督徒是生于真道 这个真道是我们生命的基础 我们生命的根基 也可以说我们的命根子 都在这个圣经里面 你要这样子来认识这本圣经 今天很多时候 我们没有好好地把圣经 看得这么重要 没有好好地认识 这一面的真理 以至于我们觉得 读圣经 好像跟读别人的书一样 好像我们在灵修 在祷告的时候 推的这些事情 好像都是多余的 亲爱的弟兄弟 我盼望你能够很清楚 很清楚知道 圣经的真理 是你生命的根基 如果你是 从神所吃的生命 重生了 你的生命的根基 就在祂的话里面 祂的话 就是灵 就是生命 你的生命的基础在这边 你要继续地 在祂的话里面长大 在祂的话里面长进 继续你念 雅各的话 他说 我亲爱的弟兄们 这是你们所知道的 但你们个人要快快地听 慢慢地说 慢慢地动怒 因为人的怒气 并不能成就神的义 所以你们要脱去 一切的污秽 和淫于的邪恶 存温柔的心 领受那所栽种的道 就能救你们灵魂的道 只是你们要行道 不要单单听道 自己欺哄自己 雅各在这里讲了 非常非常明确地告诉我们 我们的心 要继续地领受神的话 因为这个话 是栽种在我们心里的 我们是在真道所生 这个真道 造理已经栽种在我们的心里 但是这个道 要继续在我们里面长大 它不一定要救我们的灵魂 还要成全我们的生命 让我们继续在它的话中长大 在真理里面长大 所以他说 不但要听道 还要行道 只是听 没有实践 没有经历 这个听 不只真正地听 就是听 从这边听进去 从那边出来 所以雅各说 不要单单听道 否则是欺哄自己 否则是自己在骗自己 我们基督徒 真是要从这话里面 好好地自我的反省 好好地在神面前 认定我们对圣经的态度 当耶稣在事业上的时候 行了好多的神迹 当中有个神迹 是很有名的 叫做五饼二鱼 耶稣用五个饼两条鱼 使五千个人 七千个人吃饱 后来有很多人 跑来找耶稣 当时找耶稣 经过很多困难 经过很多的努力 当他们来见耶稣 耶稣说什么 耶稣说 你们来找我 不是为了神迹 是为了吃饼得饱 那人不懂 因为他们以为 吃饼得饱 就是神迹 所以耶稣说 因为你们 因为你们只为那会 朽坏的食物劳力 没有为那存到永生的食物 劳力 亲爱的弟兄姊妹 今天神给我们这本 这本生意 是存到永远的 耶稣给人吃饱的目的 不是要叫人只是吃饱 不要只是顾念肉体的事情 耶稣是要让人顾到 这位能够给我吃饱 又会不会让我吃饱的 这位神的儿子 彰显的神 神迹 目的是要我能够更能够看到 上帝要预备的 那不会朽坏的 存到永远的食物 生命迹 早在旧约生命迹 已经有这句话了 我们请念好不好 人活着 不是单靠食物 而是靠神 这句话在新约出现 但是最早出现的是在旧约 在摩西五经里面 上帝已经早就说了 人活着 不是单靠食物 而是要靠神口中 所出的一些话 换句话说 今天我们在读圣经的时候 我们要知道 我们是得到多大的祝福 多大的祝福 如果你把圣经当作 另外一本书的话 那这个就大错特错 人活着 不是单靠食物 乃至要靠神口里 所出的一切话 弟兄姊妹 我想我们在座的弟兄姊妹 我们都在世界上 活了一段时间了 我想我们都晓得 世上的事情 很多美好的事情 也很多是我们 很喜欢的事情 很叫人满足的事情 但是我想我们也经历很多 也够够多了 让我们知道 那些满足也都是一时的 是暂时的 是片面的 当然我们需要 今天我们吃一顿饭 很好吃 很好吃 很享受 很好 没错 但是怎么样 再过几个钟的时候怎么样 又饿了 是不是 这太普遍了 这就是我们的经历 你说你很想要一件衣服 好漂亮衣服 总算给你花钱 给你买到的衣服 你穿上去了 怎么样 满足了 一直穿着 还是要脱下来吧 再漂亮 最漂亮的衣服 也不一直穿着吧 对吧 亲爱的弟兄弟 世上的好事情很多 神给我们预备了 很多好的事情 但是那些都不是永远的 那些都不是永恒的 都是暂时的 感谢上帝预备这一切 但是我们不要停到那里 我们要像仰望神说 神啊 求你让我能够享受到 得到你那最永恒的 不变的 真道 你那真道 我要在你的真道里面长进 我要在你的真道里面成长 聚在你那里面成长 求主不让我们有这样的渴慕 好不好 我求主把这样的心 赐给我们在座名为弟兄姊妹 我们都是真道之子 这是我们要认定的 我们要立命与真道 什么意思 刚刚讲的那些都是起点 那个都是很重要的根基 接下来去 在圣经里面 我提了几方面 不是排不完全 这几方面 我想我们一起来勉励 我今天也不可能很详细地 跟主席讲这四方面 主席 你要的话 你就回去复习 灵修乐 我就多应了几分 放在门口 如果你没有好好念灵修乐 你这里来回去 好好的 再把这段圣经 这些真理 好的复习一下 今天我很快地跟主席说 第一点 我们要立命真道 第一点我们要认定 我们是真道的门徒 我们要好好做门徒 学习真道 什么叫门徒 门徒就是学生的意思 你要好好注册 好好地念 念圣经 你要把念圣经 读圣经 当作是一件最重要的事 离生最重要的事 好好地学习 好好地背 好好地明白 下功夫在这方面 要有做门徒的心智 跟行动 要有行动 不要只有心 有感而不动 这个是不真正的感动 所以要有门徒的心智 认真的做真理的学生 第二点 是真理的勇士 真道的勇士 你知道吗 圣经们很明确地告诉我们 基督徒要刚强壮胆 你要做基督徒吗 你绝对不是一个懦夫 你不能做 一个懦夫的心态 做基督徒 你一定要勇敢 但不是勇敢 不是随便去 凭着血气 都勇敢 而是 你的勇敢 是建立在真道上 你的勇敢 是建立在真理上 你知道那些早期的门徒 耶稣被钉的时候 他们都逃散了 躲起来了 你知道他们后来为什么 站起来做建制不怕死 甚至最后就为主殉道 不怕死 你知道 他们勇气怎么来来的 神经很明确地告诉我们 那些人 看到他们 这些人真是 这些人真有勇气啊 这么有勇气 这么有胆量 你知道他们的胆量怎么来的吗 当然你说 圣灵给他们的 没有错 当然圣灵给他们的 但是一个很明确的是什么 很是吗 因为 他们的胆量的基础 是真理 耶稣复活了 他们看见了 是事实 这是他们胆量的根基 要是没看到耶稣复活 你说他们能站出来做见证吗 那也是假见证啊 对不对 所以他们的胆量 是因为在真理的基础上 亲爱的弟兄弟 我可以向你挑战 如果你越读圣经 越明白真理 你就越有胆量 你说对不对 是不是 你越好好读圣经 明白圣经 你就有胆量 这个胆量是从生理来的胆量 不是你血气的胆量 精兵 更有意思 以后所说 里面说我们是基督精兵 我们要佩戴神所给我们的装备 在以后所第六章 你知道那个装备里面很有意思的 第一个是什么装备 你记得吗 基督精兵装备 第一个是什么 对 圣经说 你要站稳了 用真理 当着带子的束缴 对 装备 这个基督精兵装备 第一个就是真理 用真理 当着带子束缴 没真理 没这个真理的带子 你这个医生都松垮垮的 什么打仗 什么当兵 开玩笑 老百姓 第一个要束缴 用什么束缴 真理束缴 太棒了 真理 真道 就是真理 真道束缴 最后一个是什么 当中的我都不提了 最后一个是什么 你手里拿什么 拿着圣灵的宝剑 就是神的道 对了 用真理束缴 然后又带了头盔 又带了藤牌 又带了护心镜 等等 还找入鞋都带了 然后最后呢 手上是拿着圣灵的宝剑 就是神的道 又回到真道 又回到神的话 你说多么奇妙 这个基督精兵啊 从头到脚 从第一个到最后一个 都跟真道有关系 都跟神的话语有关系 你说你要打 你要面对一些的争战 你要是没有圣经的真理 做根基 你说你怎么打 所以现在就非常明确的 精兵的士气 精兵的装备 都跟神的道 有密切密切的关系 最后 基督徒信徒 要是真道的使者 要带着福音的使命 基督的真道 不但是你生命的根基 也是你人生的使命 基督徒有两个命 一个是生命 一个是使命 基督徒若只有生命 没有使命的话 这样的基督徒 有一天面对上帝的时候 面对主的时候 会很羞愧 因为承受主的恩典 却没有担负起 生给他的使命 这是一个羞愧的信徒 现在听众徒 我爸说 我们在地上活着的时候 我们在地上 活着这些年日 我们不但能够 生命根基在真道上 我们也真实能够 担负起福音的使命 让更多人和我们一起一样 能够成为 耶稣基督的门徒 成为真道之子 我们有非常重要的责任 因为真道 就要从你身上传出去 真道 就要从你身上见证出去 因为你不做真道见证 谁做真道见证 我们必须要明白 这个道理 为真道做见证 今年很特别 2019年 你以为2019年 不上不下 对不对 又不是2020 又不是2015 2019 这有什么了不起 这有什么好纪念的 我告诉你 2019 跟华人圣经 我们中国人设计 圣经啊 大有关系 请你记得 今年 跟华人这本圣经 大有关系 我在大课里面 写了两个日期 请大家注意看 一个是1819 一个是1919 1819 整整两百年前 第一本新旧约全书 翻译完成 两百年前 西方的宣教士 来到中国 马里顺 来到中国 那个时候 中国非常非常的封闭 封闭到个地步 要是有外国人学中文 那个教他中文的 那个华人 是要定死罪的 你知道还有这种事 当时不让人学中文 教中文的人 是该死的 所以你想 马里顺到中国 怎么学中文 很困难 真的困难到家了 他真的不但在 早期的时候 不但被中国人骗 把钱给骗走了 也学不到中文 还有人要学他中文的时候 他要花重金 来请他教中文 而且那个人 还得要不怕死 真的 他中文老师是 带着毒药在身上的 万一被抓了 立刻就自己服毒自杀的 是这么一种 是这么一种中文老师啊 今天我们中文老师 没有那么惨吧 没有那么严重吧 但是两百年前 中文老师是要 是要这样子拼命的 马里顺就在 那个情况里面 他1807年 到达澳门 十二年之后 这位马里顺 在艰苦 这种艰苦患者下 他把中文 中文圣经 新旧约全书 通通翻译成中文 了不起吧 了不起吧 我也很佩服 我们当中的James 他在学中文 他在学中文 不但学中文讲 还要学中文写 他真的很厉害 但是比起马里顺 他还差一点 马里顺 十二年之间 在那种困苦的环境之下 他把整本圣经 翻成中文 很厉害 真的很厉害 一方面 我想也是上帝 给他特别的智慧 能够用中文 我们中文 中文真的很不容易 中文真的很 中文是很了不起的 很复杂的语文 能够把它翻成中文 真的是很不简单 一个老外 当他在1819年 11月25日 当他完成他翻译的时候 他写了这段话 写信 回报 拆派他的 这个伦敦传道会 他说为了完成这个任务 我长期工作 孜孜不倦 又谢绝社交 要下半段的时候 我也保持冷静 头脑冷静 不偏不倚 不罪心 表情利益 故动玄虚 也不会某种见解 引起古老儿固执不放 我希望这种 误求正确的思想方式 加上毕恭毕敬的心 恕可避免 误意上帝之道的可怕责任 1819年 1819年 11月25日 他完成了 圣经的翻译 亲爱的弟兄姊妹 今年 2019年 11月24日 我们要庆祝我们教会 40周年庆 当我发现这个时候 我觉得非常巧 非常巧 今年11月24 我们要庆祝我们周年庆 我爸爸我们能够记得 我们这本圣经 200年前宣教是 努力冒的性命 传给我们 在这个当中 1919年 我刚才想到 1919年和和本 和和本就是我们今天 大家所用的和和本 这个叫做和和本 和和本的翻译 今天在外面还有其他的译本 但是这本和和本的译本 是1919年 一百年前 刚好一百年前 出版的 我们这本圣经 有一百年的历史 很不简单 当时的人用白话文 来翻译 把圣经翻译出来 让更普及到我们华人的里面 已经用了一百年了 在这个当中事实上 还有很多很多宣教师 做了很多翻译的努力 当中我请大家看一个 很有意思的这件事情 1823年 有位宣教师叫做麦都师 这个宣教师 他原来是一个印刷工人 他就用中国孩童 容易毒涉这种启蒙的语法 他把圣经教义编成三日经 让人容易背诵 熟记 能够掌握圣经的药义 你知道这段话很有意思 你大概没看过三日记吧 我们圣经三日记 你看 自太初有上帝 照明物创天地 无不知无不在 无不能真主宰 很有意思吧 为上帝连朝耳 遣耶稣就意诏 黎明宫降成还 去富贵常拥换 耶稣但至马朝 生至死为渠牢 哎呀 我看到这些 早年的这些宣教师 西方宣教师 真是很了不起 而上帝也给他们有智慧 能够把圣经的真理 用各样的方式 来传给我们 我觉得真是非常非常宝贵 第二次 我巴不得 这些宣教师们的精神 他们的努力 圣灵的感动 也感动我们在座的 每位弟兄姊妹 让我们要好好的读圣经 宝贵圣经 明白圣经 我们有责任 要传扬圣经 今天 在我们周围 我相信 有很多人 他们希望 他们渴望 你能够告诉他们 到底圣经在说什么 我怕你能够好好准备好 被上帝来使用 天父啊 谢谢你 你按照你的旨意 用真道生了我们 天父啊 这是你何等的计划 这是你何等的作为 我们要感谢赞美你 今天你更把你的真道 摆在我们的面前 赐给了我们 历代的圣徒们 在你的带领之下 特别是希望的宣教师 在万难的当中 将你的话语 翻译出来 给了我们华人 主啊 我们感谢你 过去这两百年的历史 对我们中国人来说 是何等重要 天父啊 我求你今天 还有很多中国人 我们还没有念圣经 我们不懂的圣经 不知道你的真道 主啊 帮助我们 让我们这已经信主的 已经在读圣经的人 让我们能够担负起这个责任 让更多人明白圣经 也能够从圣经里面 得到生命之道 天父啊 我感谢你 主啊 我们今天在座的每一位 都能好像彼得这样说 主啊 你有永生之道 我还归从谁呢 天父啊 给我们这样的信念 给我们这样的决心 也给我们一些这样的具体的行动 要好好的念圣经 好好的学习念圣经 好好的在你的话语上 认真地砸根 认真地下功夫 天父啊 求你求你帮助我们 让我们这个教会 每一位弟兄姊妹 在你的真道上 都砸根 在你的至圣的真道上 都能够受造就 谢谢主 谢谢主 听我们的祷告 愿拿我们的敬拜 愿拿我们在里面 所立的信之 奉耶稣基督的赏命 阿们 阿们